橫河先生您怎么看的确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 川普太仁慈了对处罚的太轻了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里呢有一个争议就是说 就是中心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 就是从这个 一部分人呢就是特别是现在就是要放松这个处理的这个 观点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呢是从什么角度呢是从 中美贸易谈判这个角度来看的 就是说是如果说中方可能提出来了就是说如果说中心问题不解决的话呢 下面中文中美贸易就没什么可谈了 那么如果你想避免贸易战的话呢可能先得把中心的问题先处理掉 然后才可能有贸易谈判的事情 这是这一派人的说法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包括这个民主党的 一些 你像苏曼啊 苏默啊 还有就是像这个卢比奥啊就是其实两党都有了 就认为这不是一个贸易问题 这不是贸易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这是一个 执法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有比较大争议 你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 那么现在呢实际上的国会呢 已经采取一定的行动 就试图 对这个事情有一个限制 就说众议院呢通过了一个法案 也是一个这个amendment是一个修正案 就是对现在正要进行的 下一个 这个表决的一个 拨款计划 有一个修正案 那么那个参议院呢也通过了一个法案 是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银行委员会 也是通过一个 通过一个法案 这两个法案呢都对 他不是直接了当的 因为你很难直接了当说这个 这个放松我们完全不同意 你不能在法律上这么说对不对 所以他说呢就是说 一定要在一年之内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要certify 就是你要保证 在过去的一年之内 忠心没有违规行为 没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 这是在这个修正案里面 那修正案下 这个这个法案是下个月 那个讨论 表决 如果表决通过的话呢他就成为法律了 所以说 国会议员呢是想在 立法上这个 当然不仅是 针对中心但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提出来 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心的 就是说 因为他牵涉到一个执法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你违反了美国法律 因为中心是违反了美国法律 要不要执法 如果不执法的话呢 他也会影响到美国 对 一些国家的制裁包括伊朗啊北朝鲜的制裁怎么办 他是这个方面的考虑 所以呢就是说 这样一来的话呢就 就从这个国 现在在国会呢 有一部分 这个努力 试图就是说 不能让中心这么容易的就划过去 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理解是 其实呢 最开始 就是说呢 好像川普在本人的意愿上的话呢 他是有把 这个20 就是5月12 13号 14号 他在这个推特上有把这个事 跟中美贸易 结合起来 但是呢 后来 他自己手下的官员 包括商务部长 出来强调 核实 说这个是个 执法问题 这个不是 贸易问题 然后呢从那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 美国国内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呢这是一个执法问题 这不是一个商贸问题 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 19号这个大概这个中美这个是 贸易这个谈判的联合声明里头 资质没有提中心 当时中心其实是他就中共那边 中共那边一直把 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 美国在中美贸易的一个棋子 他认为这是跟中美贸易 和谈过程中的一个交易的条件 但事实上呢 他发现美国呢在中美贸易过程中 拒绝跟他谈中心的问题 所以说呢刘鹤在后来联合声明里头 也就资质没有提中心的问题 而中心的问题的解决的话呢 完全是走的另外一条路 是习近平 恳请这个川普 川普走的是美国法律所谓法外开恩 因为比如说情节就是惩罚过于严重 可以因此或者说是接受的对方 就是说呢认罪很诚恳 类似于基于这样的话呢 有个法外开恩 这样一个特殊考虑 来实行这样子一个 再次 解禁 这样一个可能的一个讨论 但是呢 在我看来的话呢 美国这边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呢 这一次绝不是用美国的法律 跟你谈价钱 绝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想 就是明确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呢 在美国的法律这个问题上 事实上不是按中国那种思维方式走的 中国那边的话呢 什么都可以是个棋子 法律只是我 这个一个借口 我可以用法律这个概念 比如说 抓几个那个民运人士 进到监狱里头 或者说是维权律师进到监狱里头 等你美国政府官员来访问的时候 释放他们 然后呢就展现出我这个 对你的一个重要性的 访问的重要性的一个认可 它实际上是中共拿自己的法律 来 开玩笑 做交易 但是这个事呢 在美国是不 不允许的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非常明确的说 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在中心解禁这个事上 是跟你在商业和谈的一个筹码 千万不要认为 我只是因为 那个法外开恩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在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个法律问题 一旦就是面临 中心要倒闭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冲击的时候呢 川普还是于心不忍 这就是出现了川普和他的国会 产生了这种分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很多国会的人 不管是这个共和党民主党 就包括共和党一些 比较强硬的 像Rubio这样的一个议员 他都说说是这个 你就是好像是对中国的这些太仁慈了 但是呢我的感觉上呢就是说呢 那个川普本人的话呢就是第一我看到的是 他对于中国员工 几十万员工潜在的要失业 这样的问题对他触动很大 另外的话呢 他希望这个事呢 跟习近平搞好关系 因为他知道 他就 for some reason 就是说他好像跟习近平印象非常好 他反复提到了 他跟习近平印象很好 所以说呢这个事是他给习近平一个明显的面子 因为毕竟是习近平 跟他直接打电话通话 跟他商量这个事情 对 刚才Jayson提到说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 鲁比尔 鲁比尔他说这个 川普 处罚中兴的这个 有点太仁慈了 我不知道 不 contacted 在这里 好 好 好